放下那個已經離你遠去的人 不要讓你的心裡裝著一個 不在乎你的人 嗨大家好我是熊仁謙 我是林思雨 歡迎收看快樂大學的熊宇宙計畫 從時事與情感生活看到快樂哲學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好OK呢 剛剛的那一段 那一段slogan呢 其實在每一個人的某些戀情裡面 我相信也會有走到盡頭的時刻 所以今天呢我們也要來告訴你們 當你這段戀情走到盡頭的時候 我們要這裡三個原因讓你知道 要怎麼放下他 我覺得放下這種事情 其實不是僅限於就是戀情 我覺得還包括工作 包括自己覺得 一直很可惜的一個機會 很多時候生命中 戀情只是一種失去 但是比較強烈的一種表現 那其實很多的失去 都需要練習放下 所以我今天想要聊的是 就是透過於三個重點 來去幫助我們放下 那在此之前呢 因為有些人在聊這個放下的時候 他其實內心根本還沒有準備好放下 他其實還有很多不甘心 那這個主題其實就應該要看 我們既然聊過另外一集 聊的是不甘心 你是愛還是不甘心 對對對 有滿常聊這個主題的 我覺得看那個比較 比較先行 好那這個就不用看了 對我覺得要放下第一個重點是 我們要意識到就是 放下才能夠重建 也就是說 我覺得在生命的道路之上啊 很多事情其實是 我們應該要去創造或者說 我們應該要去不停的成長 我們要一直往下走 我們要去活出更精彩的自己 可是當你手上拿了一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就沒有辦法再去 創造新的東西了 就好像你手上要抓著一把 已經過去的一個東西 或者說像是一把沙子 他其實已經殘缺不堪了 那你拿在手上的時候 拿了再久 他都不會變好啊 你必須要放掉他 然後重新再抓一把沙子 這個沙子才會是完整 所以 我覺得放下是一個 讓我們重建唯一的方法 你如果不放下的話 其實你只會越失去越多 但放下真的好難喔 那你來說很難嗎 你不是很理性嗎 所以當我要 真的要放下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蠻難 或者是我有可能會假放 然後再多年後 這個東西又衝擊到我 或是可能 看到前男友結婚 對啊 我以為你會覺得 就是戲合終於結婚 沒有 我還是會覺得好可惜 但沒關係就祝福這樣 這樣我算放下嗎 我如果 你覺得最難放下的東西是什麼 對你來說 那我一定是工作啊 就是一個沒有到的時候的機會 對 或是家人 我應該也沒辦法 工作跟家人一定要排名 我怕我家人看我選家人 對 所以工作應該比較常見 喔 工作是最常的 那如果說放下 你在暗示什麼嗎 沒事啦 最近 我現在好看你 我覺得放下不容易的點 就是很容易走心 因為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 或者說如果我當初怎麼樣就好 但是其實這一些的想法 都遠不如 你開始準備下一份 面對下一份 有好像有 當有下一個新的東西 我可能才會重建 這件事情 對對對對對 所以其實放下的第一個重點 是因為放下是為了重建 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第二個 我覺得我們要放下 自己失去的東西 或者說不論是愛情 戀情 或者說是工作 的這種 失落感 的原因呢 是因為 我覺得清空的手上 我們才能夠看清自己 這個印度哲學有一個譬喻 就是像一個鏡子 然後我們從鏡子裡面 其實是想看到自己的道理 但如果這個鏡子上面布滿了灰塵 其實你是看不清楚的 就像這樣 就是說這個灰塵是指什麼 就是指我們過去記憶中的那一些 很負面的 或者說讓我們很悲傷的東西 但是放下並不是指說 我不要它 或者說我要逼迫自己馬上好起來 其實放下我覺得有時候就是一種接受 我覺得放下本質其實跟接受是有關係的 就是接受我其實真的就是失去了 或者說接受我真的某方面 我就沒有等到 因為這種接受你才有辦法 配合一步看待自己的人生 不然你很容易就是糾結在 把所有的時間 精力 精神 全部都想要去追求那個很虛無飄渺的挽回 對 那感覺放下要很理性去面對 你好像要把很多東西就是情緒啊 什麼都往後擺 然後開始要理一下 自己現在要清空啊 要重建這件事情 當然我覺得理性的思維是還蠻重要的 當然 可是我覺得放下一個重點是接受 我覺得有時候接受其實很難 就像是我以前 我在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就跟我同年歲的 反正我那時候去印度讀書的時候 然後我去印度的第一年 我就聽到他的消息 他就那個夏天的時候 因為去海邊游泳 然後就過世了這樣 然後我一直不知道這件事對我影響很深 因為我跟他其實就是後來就沒什麼聯絡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他就離開了 那我就敬我的一些義務 為他做了一些宗教儀式什麼的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其實很難接受 竟然會有一個跟我同年的人離世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對我來說 他不像是愛情 也不像是親情 也不像是什麼公分之道 他其實跟我的那種切身關係沒有那麼強烈 我並沒有真正失去什麼 可是你有一種無法接受 我覺得重點是無法接受 然後這種無法接受感 其實到了很後面 我覺得他對我產生的一些 還蠻負面的影響 就是在那之後 比如說 我開始覺得 好像我應該要跟我的朋友們保持一些距離 因為我不太想要每個這種失去 等我的點 有時候你不能接受的情況之下 你再怎麼理性的去爬梳跟思考 他都不太會有用 因為這也讓我想到就是 接受這個東西 像可能朋友或是親人離世 然後有些人是感覺他接受他就會覺得 又對他去當天使 他是快樂的 他是沒有刮愛的離開 然後有些人就是沒有辦法接受就一直困在好像 哇他離開我 然後我都一無所有了什麼 反正接受這件事情在這方面也很重要 對那當然這個剛剛是一個比較強烈的例子 可是我覺得在感情或者說工作中也是一樣的 就有時候接受很重要 你才有辦法把自己的手打開 然後看清楚自己手上有的是什麼 否則就好像抓得很緊 然後你根本看不到裡面是什麼東西 所以接受是放下很重要的那個核心 而且接受感覺還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對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更具體就是接受自己在某種時候是無能為力 我近期越覺得越來越覺得說 接受自己的無知跟自己的無能為力還蠻重要的 你有這個時刻 有啊 我跟你講我最近亂接受 我最近亂發現 我最近發現一件就是 就是存在很久的事 然後我最近來發現 就是我發現我的那種 眼神會讓我身邊的人都覺得他們是笨蛋 你第一次這樣我的時候有這樣感覺嗎 沒有我覺得我還是蠻聰明的 我好像有聽到人對人家這樣說過 對然後重點是有一天晚上 我跟我們同事就約喝不久 然後我同事很可愛 他我們兩個朋友走出來之後 他走過來問我第一件事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 人籤你覺得我聰明嗎 我心想說我覺得你很聰明 你怎麼會這樣問我 那一天真的我開始深自悔恨的反省 就是說為什麼我會讓人家這麼覺得 你們有這樣覺得嗎 團隊們 我覺得第三個很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其實放下有時候就是需要一種儀式感 儀式感你真的蠻常講到的 對因為我覺得儀式感 因為我自己做宗教工作 然後我自己很了解就是說 宗教儀式裡面有很多部分 其實他真的就是在幫助你建立某種儀式感 幫助你重建你的人生 好 我覺得你剛剛舉的那個例子很好 就是當你有家人離去的時候 可能在基督宗教裡面就告訴你說 他去了父那邊 或者說被他授血他就已經死過了 所以他現在不明為死 像那些像這些 這些就是某種儀式感讓你重新去認識這件事 然後我覺得這個對於重建一個人的生活蠻重要的 那當然我作為佛教的工作者 我們也有我們的儀式 可是我知道儀式感的本質是什麼 儀式感的本質是幫助我們下定決心 或幫助我們重新認識一件事 比如說我自己做過很多的那種 跟自己心愛的人告別的那種事 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過程是什麼 就是我們會用一些象徵性他的東西 然後用火把它燒掉 那火燒的過程其實像是什麼 就是你認真的準備面對告別 你告訴自己這真的就是終點 OKOK 那回到感情生活中 或者說工作生活中 我覺得告別儀式感 其實是自己要為自己設定的 比如說你就是篤定的 你不要再看他的東西 比如說你就是篤定的 你要把他的東西整理在一個地方 然後收起來 就我們需要去做某一件事情 讓自己知道我真的要稍微停一下 但你覺得留著 然後你多年看到你 你覺得你就是放下 你才敢留跟看嗎 不然你就會回到那個當下覺得 我覺得我多年之後一定會放下 會認真的比如說坐下來 然後寫一張卡片 然後說再見 以後多講一點 不然大家都會覺得 我是一個很柔軟的人好嗎 對大家都會覺得 真正無情還是林思雨好不好 沒有啊 我也是 林思雨大哥 不要再亂移著我們兩個的形象啊 你要成這樣旁邊啊 因為我就是 我的那個姿態就蠻高的 而且是不是很多粉絲從來跟你講 然後說 思雨沒到讓我窒息 然後我突然說 不是你的小胖嗎 我不是 大家繼續留 我喜歡大家留言這樣 繼續喔 然後小編不要亂流好不好 怎麼會有人覺得你美都窒息啊 你沒有這樣覺得嗎 就是我看到你 誰軟 所以就是我覺得接受蠻重要 真的 包括接受自己的無奈 接受自己的無能為力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還有不能接受 就是不能接受人家這麼對我 這個也可以套入這樣的方式 這其實也是一樣的 他怎麼可以就這樣走 他怎麼就可以不選我 他怎麼可以不給我機會 怎麼可以 哇這樣好多 但其實本質都是接受 我覺得放下的本質就是接受 放下不是要 就是如果你有一個畫面 放下不是 就是很匆忙的把東西拿起來 然後丟掉 不是這樣 放下就是 接受 放下也不是放棄喔 對對對 是接受 所以我當然我覺得 接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或是你覺得 你有想跟我們分享的故事 你可以留言在下面 沒錯我們的小編會 不要再講說林思瑜什麼很正啊 什麼什麼 沒有還是要講 我都有在看喔 我都在看 對只是我沒有那個賬號 小編好好回 OK 希望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喜歡我們的話一定要 按讚訂閱分享並且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掰掰 掰掰 對了 我最近開了一個子頻道 就叫熊仁謙 記錄我的個人生活 包括我的哲學觀 我的主事觀 以及我的各種計畫 記得訂閱喔 這個學員在生活中 變成真實事件的有趣案例 謝謝